桃園地检署在选举期间 结合检查、警察、调查、阵风等机关单位 查过多起现今汇选幽灵人口案件 当中包含复兴区里长以及区民代表 另有一名山源市议员 并已提起当选无效之诉 统计到107年12月27日 已经提起当选无效的诉讼13件 其中复兴区有四位复兴区区民代表 还有魁徽里的里长涉嫌幽灵人口 还有一位市议员涉及现金买票 在涉案的当选人当中 魁徽里的州姓里长复兴区第一选区 阳姓区民代表 复兴区第二选区简姓阳姓黄姓区民代表 设有刑法第146条第二项 妨害投票正确罪嫌 三地原住民区陈姓市议员 设有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第99条第一项之投票行贿罪嫌 不只可能无法上任 还可能面临有期徒刑的困境 刑法第146条第二项 妨害投票正确罪嫌 最终是可以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公职人员选区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 它最高它的行度是 可以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可以并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上 一千万元以下的罚金 所有案件目前都交由法院审理 而复兴区第二选区居民代表当选人 纯述因为幽灵人口案件遭到起诉 不过未来是否举办补选等事宜 还是未知数 人事新闻人事一顾台北市采访报道